哈囉大家好,這裡是瑪莉歐陪你喝一杯,我是瑪莉歐 我是阿雅 1,2,1,2,3 阿雅又回來了 耶 為什麼阿雅會回來呢? 你知道每當我要出現的時候就是要 要 轉變了 都是這樣 就是會有一個新的改變的時候我就會出現 你看我上次出現的時候是在那個聊天bar 就是我們新增 大家還記得我們去年的時候有聊天bar這個東西嗎? 有,我記得 就是去年我們年中的時候一度會有周雙根 其實現在也是啊 只是另外一個節目而已 對,它被獨立成新節目 但是喝一杯一度是一周有兩集 然後那個叫瑪莉歐聊天bar 大家還是可以去搜尋一下,回顧 然後我差不多就是一個月之後就加入了啾啾 對 來上陣 你就拋棄我們了 沒有拋棄 你看大家多愛啾啾 因為你們兩個都是書重 就是閱讀書籍超多超厲害 像我就是 對書比較沒有那麼的敏感 冷感 簡單來講就是冷感 對,冷感 所以需要靠你們兩個書重 所以我們就是有新節目閱讀提案 所以我們講的書你真的有看嗎? 我當然不會看啊 我是聽你們就說 有這本書好,我可以跟別人聊天了 就講這個內容 因為聊天不可能聊很detail啊 就是大家知道有這個東西就好了 靠你們在增廣見聞 是,好 閱讀提案大家趕快訂閱 搜尋一下閱讀提案 對,是Juju跟瑪莉歐的說書新節目 但是不完全的純粹說書 也不太新了啦 有二十幾集了吧 我忘記 啊對,二十幾集 快半年了 對 但我怕大家可能還不知道這個訊息 有可能 所以你看我出現的時候就是 第六季 該轉變的時候了 對,我們第六季要收尾了 是嗎? 上週就是最後一集 有點可惜 可惜嗎? 我不知道 還是你想要繼續嗎? 其實經過幾次新的嘗試之後 我好想要留在舒適圈 我之前有看過這個舒適圈的迷音 就是說 總是叫大家跳脫舒適圈 但是 我有待過在舒適圈過嗎? 一直叫我跳出去 你以為我現在很舒適嗎? 為什麼你覺得 為什麼你覺得我現在很舒適? 誰說我現在很舒適? 氣 氣到想打他 但是我本來真的還蠻舒適的 我可以回去嗎? 可以啊 那我們不然我們就 把前面錄了的通通不要了 抱歉了 兩位來賓 多位來賓 你們的節目就不會出現了 不能這樣 我們就是要新年新希望 過完的兔年 我們還是要有一點新的改變 是進入兔年還是過完? 進入兔年 我們準備進入兔年 進入兔年 不是過完兔年 有兔年吉祥話嗎? 我沒有準備 希望大家在喝酒的時候 不要那麼想抓兔子 抓兔子是怎麼? 兔 I'm sorry 不喝酒嗎? 所以我不知道 抓兔子 懂 對 先回顧一下第六季 第六季是 其實我們也不是年初開始 我後來看一下 我們是從 三月 對 為什麼? 因為就突然想要變 然後就變了 沒有啦 我們應該是規劃太久 然後就超過了 年初 沒有啦 是規劃太久嗎? 就是突然說 我們要變 然後我們就忽然換新了一季 那應該可能不用等那麼久啊 而且我們其實在去年 照你的個性 我不可能 不可能 我完全不相信這件事情 凡事要準備 不可能 完全不相信 我一定是約了好多個人才開始的 所以不可能 約了好多個 哦 是嗎? 我也忘記了 反正去年 但是聊天吧是 一起的嗎? 一起啊 聊天吧是一起的 一起的 跟第六季一起 第六季一起 就是第六季才開始有聊天吧 對 哦 所以要準備比較久 啊 情有可原 嗯哼 第六季 大家有發現 其實去年 在年末的時候 我們有做聽眾調查 我們有嗎? 有啊 然后裡面就有問大家說 有發現第六季 有稍稍微的改變嗎? 大家有發現嗎? 結果 比例不高 OK 就大家還是覺得 欸 有變嗎? 但其實有哦 就是議題式的訪問 有聽嗎? 沒有哦 那收聽好像有一點 有點走 不會 其實還是一樣 就是 就是要慢慢的累積 你就會去看那個 SWAVE跟SBA 那個都是破好多萬的 啊 那個就很經典的題目啊 那後面 和博也是 就是前面 欸 怎麼發現都在前面 就是在開封的時候 沒有啦 我覺得它就是 開高 大家都是會累積 就跟我的股票一樣 哈哈哈哈 對欸 去年 大家的股票還好嗎? 對 大家的股票還好嗎? 顯然不好啊 還是你是放空內掛的 好 那我們就 因為既然要QA 剛剛提到我們回顧一整年 我們先回答一個題目好了 就是 其實這也是我們的Juju 主持人Juju 嗯 跟我們提問的 是 就是回顧一整年 對 印象最深的一次錄音 現場狀況 發生了什麼事情 有這題哦 有 欸真的欸 有 而且就是Juju問的 閱讀提案的主持人 錄音現場狀況 發生了什麼事情 對 冒了汗 全身濕 全身都是汗 因為你記得有 那是 去年度有冷氣壞掉過 有嗎 有啊 是去年嗎 是去年啊 哦 對對對 然後你就滿身汗的訪問 但因為我不是第一次 不是第一次 不是第一次滿身汗啊 我也是在換衣服欸 哦 有嗎 有啊 跟大A的時候 啊 好像是 對啊 所以去年這沒有印象深刻 你不講我都忘了 這樣算印象深刻嗎 那還有什麼 你一講 我想到 但那也不是上 這不是去年 我想到的是那個 之前跟寶怡的時候 他把酒打翻這件事 啊 這也已經前年了 你 對啊 欸 去年 說到寶怡姐 那一集真的很好聽 對啊 回顧一下 他去年金鐘也很厲害 對 大家可以去聽那一集 跟寶怡的訪問 去年到底有什麼印象深刻的 我覺得 對 其實我覺得 錄聊天Bar是還蠻 蠻特別的 聊天Bar 嗯 跟我還是跟啾啾 都是 關槍 BOSS all of you 你應該是我的部分已經忘記了 你這樣一講也的確是 有點久了 因為我們的時間太短暫了 好 但是就是一個很 很特別的經驗啦 對 對 閱讀提案也是蠻特別的 的一個過程 因為他就是不習慣啦 然後就一直調整 調整 跳脫舒適圈 調整 對 那我有點忘記 欸 最印象最深刻的狀況 好像也沒什麼 去年好像大家都不太喝酒 我的感覺是這樣子 就四瓶八文 是因為年尾的時候 我的來賓都不太喝 沒有沒有沒有 覺得好像幾乎整年下來 我的酒錢好像省了蠻多的 相比於千年 這不是好事嗎 這也沒有什麼不好啦 哇 所以其實還好 那個訪問那個 那個台北市長候選人 還蠻好玩的 啊 對對對 我們去年 三個 對 三個 因為九合一選舉 台北市長那一系列 你猜猜看哪一個收聽率最好 三三吧 欸 對 你怎麼知道 因為他在比較前面 對 第一個 又是開高走低 對 三三 欸 這樣最低的就是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什麼都沒有說 我們還 我還想說 啊 又四年了 想想四年前 那時候在訪談當中 我們那四年前那時候來了很多 後來的議員們 上節目這樣 那一年的時候就是說 來上節目的都選上了 但今年 來上的不一定 選上位置就一個嘛 選上位置就一個 對 但這個 這個 好像在立委的時候就被打破了這樣子 那一年有兩個選立委都沒選上 所以我們今年邀請人家來是 選總統好了 都 也可以比較放心 只會有一個選上這樣子 本來就是只有一個啊 大家可以去回顧一下 現在選上的 他現在 政見 你說議員嗎 不是啦 我說我們去年 台北市長的 台北市長 大家可以去聽聽看 蔣市長 蔣市長 他來核對一下 我們的政見有沒有兌現 他才剛上任而已 不要那麼逼他啦 我記得你有問題說 剛上任你想做哪一件事 那他的答案是什麼 我其實不是人記得 哈哈哈哈 大家可以自己去聽好不好 哈哈 不要再爆雷那麼多 大家都不會去聽了 好好好 好好好 我們已經回顧完了 我們現在要來先回答一些 呃 問題啊 對 問題 我們有收集一些問題 然後同時也彙整了 Apple Podcast的一些留言 是 首先 我們先來看最新的一個問題 叫做 被使用手冊掉到的聽眾 嗯 五星吹捧聊起來 嗯 他說 在瑪利歐提到的 自己使用手冊很有興趣 嗯 可以聊一下這個話題 或者分享一下 實際的內容嗎 幾乎每集都有收聽 但好懶的留言 被使用手冊掉上來的聽眾 嗯 你為什麼講話這麼的 呵呵 怎樣 這麼的 我要重複一下他的心情啊 坑腔有力 我必須表達他的心情 讓他知道他有對你多有興趣 這個使用手冊 OK 陰陽頓挫如此的強烈 呵呵 呃 這個是在哪一集提到啊 我怎麼也沒有影響啊 讀者太太 哦對對對 我後來有給他 我後來有分享 不是不是這一位五星吹捧 除非你是讀者太太 還是你要share給他 因為我有分享那個 連結給讀者太太 我的使用手冊 對我為什麼聽你這樣講起來有一點 哈哈哈哈 突然害羞的起來 現在可以發車了嗎 欸我想想看喔 我有考慮這件事情 就是或許 考慮就是把一些 好分享 對對對 我在想啊 可是他聽完你的使用手冊之後 也不能使用你啊 不行啊 沒有你可以參考他去寫一份啊 哦懂懂懂 因為我也是參考別人的來寫一份啊 就像之前很知名的YouTuber流氓 就是他有爆紅的那一集 就是他分享自己的月老條件 嗯哼 就是他分享要怎麼拜月老 然後他就列了十個 可是不見得那十個是你可以用的 可是你可以一樣畫虎 OKOK 對對對 那了解了解 對 月老的確是要寫清楚 具體 對對對 那你的十個是 你有寫嗎 欸你有拜過月老嗎 我 因為我很懶惰 我不是一個善於文字的人 你就不用 你就直接跟他講就好了 不是 又不是燒給他 因為他就是要十個 要清楚跟具體 對我來說要彙整一個具體的東西 有點困難 你可以錄下來 然後 他可能聽完他都下班了 算了 你條件這麼多 十個我講完 可能就已經到太陽下山 月老啊 我放一集我的podcast 是給你聽的 哈哈哈哈 我覺得你可以去 拜月老也是拜人緣欸 你就是等於拜 有很多的聽眾來聽你的節目 你可以用Apple Podcast留言給我 哈哈 如果你用Spotify的話 如果你有什麼意見 告訴我為什麼 好 現在聽眾在停滯中 跟你講 下一集就留言是月老 哈哈 大家分享月老條件 使用手冊不見了 好 使用手冊 欸 它裡面大概是包含了 如何跟我溝通 嗯 就第一項是如何跟我溝通 對 然後後面是我期待的回報方式 期待的回報 工作進度回報方式 對對對 OK 剛剛講如何跟他溝通 就是比方說 現在可以收email 可以收訊息 可以 還可以幹嘛 電話 有這種多種的溝通方式 然後他可以有哪幾種可以選擇 什麼樣的情境可以用哪一種溝通方式 對 跟你溝通 然後還有 嗯 你什麼時候你可以來找我 然後如果你要找我討論事情的話 什麼時候會最方便 嗯 或者說 嗯 如果你要跟我約會議的話 要怎麼約 就大概住 約會議 對 我剛剛想跟你約會 約會議 我有長那麼慢嗎 嚇我一跳 然後這是溝通管道啦 然後如何跟我溝通 就是像你剛剛講的 我會偏好有哪些方式 嗯 用哪些方式這樣子 然後還有就是回复嘛 就另外一個 就是我 你要怎麼跟我 呃 update工作進度之類的 懂 然後還有 呃 萬萬要討論哪些事情 好 這就是你的使用手冊 是不是已經分享完了 最後一個是我在意的工作論理 有哪些這樣子 哦 對 所以他 沒有他就是每個都有細項啊 就是這是大象 然後我就會 你是要在節目版的細項也講完嗎 沒有啊 沒空啊 呵呵呵 何必呢 我想說講完 對 太陽也下山了 大概大概是這樣子啦 我會再想想看有沒有 因為可能有一些要更新 所以或說不定 也可以更新更新 然後發展發表在 三年前吧 三十年前 哦 三年前 有一陣子了 所以三年後有一些變化 溝通方式有點轉變 我 覺得大方向沒有 但就是可能有一些細項 可以調整一下 哦 那個時候還剛好不是 因為後來 因為COVID的關係 大家不是什麼在家工作 混合工作啊 對啊 他可能又變成有一點點 不太一樣 就是在 非同步溝通這一塊 可能變更 比例更高了一點 嗯 嗯 所以就稍微修正一下 可能要修正一下 欸 所以我們剛剛有提到我們新一季第七季是管理主題嗎 天啊我們剛剛有提到這件事嗎 我們剛剛沒有提到這件事情 謝謝你 我們先插個話題 趕快預告一下 我們轉變轉變了什麼好了 哦對對對 對我們剛剛忘記預告了 每天就說要轉變 大家想說轉變轉變 轉變轉變轉變 兩個都沒有講耶 轉變就是以後每一集都只有QA而已 哈哈哈哈 沒有內容 沒有正 沒有正 所以我們需要大家留言哦 趕快留言 就發現接下來兩個月都沒有留言 然後就停更 快點第七季的轉變先插播一下 就是我們會聚焦在管理這件事情 所有的來賓就是找管理 就他可能是一個主管啊 高階經理人啊 然後就會跟他聊管理相關的議題 時間管理大事 時間管理 我後來發現時間管理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聽一聽覺得好像 大家沒有那麼在琢磨在這件事情 對啊因為這件事情真的是 介意的人好像不是特多 對啊 真的很奇妙 我下次再來想想看 絕對不是那種時間管理大師 是正經的 很奇妙 對啊為什麼 是不是大家都很會時間管理 覺得這不是一個問題 好奇怪哦 如果今天這不是個問題 我相信今天不會有這麼多人 有時間用 不夠用 時間不夠用 好所以我們第七季就是 管理主題 然後會找這些專業人士 這場專業人士 來回答各種管理問題 請大家再聽一聽給我們回饋 對所以我覺得使用手冊 好像就很適合 使用手冊就是我那時候 做成某一個特技 欸 也沒有啦 就是我在想說 或許可以在過程當中分享出來 就是節目上線之後 然後可能像在我的IG 或者是Facebook上面 可以陸陸續續的把它貼出來 然後還可以在那個 那叫什麼樣子 欸 我們網站上面這樣子 我們的官網 對我們的官網上可以 老師忘記官網 沒有我沒有忘記我只在想 我要講的是哪一個 對哪一個網站 畢竟我們網站很多這樣子 瑪利歐北你喝一杯的官網 問一下可不可以 問一下那個愛料理 欸 這個使用手冊可不可以發在愛料理上面 這不是 這不是烹調 直接被他打回來 還是這是烹調你的手冊 對直接被他打回來 哦 使用手冊是說使用肉嗎 好 反正就是第七季即將開始 下週會是 瑪利歐自己單獨上陣 非常難得的單口一年一度 為何著迷於管理 嗯 這個主題 大家期待 在裡面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對 我也覺得這個根本就騙標題 我還是會這樣嚇的 反正沒有聽到這題就不知道 有啦還是有回答啦 好 回到我們的QA 再來就是 既然提到瑪利歐 我們先把瑪利歐相關問題都回答掉 有跟我沒關的問題是嗎 比較製作面啦 製作面 來 就是這位在IG上的 嗯 她說什麼 Grace 對 Grace 瑪利歐會想要結婚生子嗎 嗯 你為什麼覺得我沒有呢 沒有 你已經有了嗎 沒有 對不起 那你會想嗎 我覺得 不錯啊 就是 蠻好的 什麼意思 那為什麼現在沒實現呢 就是 就是沒有發生嘛 我也想要 我現在 很有錢啊 所以你有想要生小孩 想要結婚 我也想要生小孩 但是 一直沒機會 這樣講好像有點矯情 哈哈 哈哈哈哈 好像都是別人的錯意啊 沒緣分 這樣講好像也是別人的錯意啊 那是你不努力 這樣好像給自己太大的壓力 就是 是月老沒前線 還沒去拜啊 祝生娘娘沒有拜 好啦 我錄一集給他好不好 他就是 生小孩 因為我 欸 我很不知道有沒有講過 其實那時候 那個 藍白托那一集 有給我很大的觸動 藍白托 大前年跟大一 最後一集 合體那一集 因為他那時候 那一集他們那本書叫什麼 我的學校是爸爸 的時候 我看的時候其實滿感動的 就是 我可以開始理解 因為我覺得 男生當爸爸這件事情 是一個很養成的過程 嗯 他 他很不 不天然 因為你是 突然就看到一個小孩 在你眼前 我也沒有懷胎十月 對 媽媽有一個 就他有一個 對 他有一個 那個 這個懷孕的過程嘛 嗯 所以你會慢慢的去累積 九個月的時間 你都在累積這件事 可能沒有到九個月 但是九個月你們在幹嘛 欸 我我我 對不起不是 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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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個月我們辛苦了 然後但是你們不是在旁邊嗎 對對對 看書看書 看書 你可以想像得到我 我大概就是從看書來 學這種東西 欸 所以我覺得我 我滿感動的 那時候滿觸動我的 因為他給我一種 就是人生 就是小孩對於你自己人生的一個印象 大概是什麼樣子 那種感覺 那種是他的那個爸爸視角 嗯 他就等於是 沒有 他其實某種程度上是在看自己 他那時候有一個類似的 就是他在看待他自己過去的樣子 那種感覺 嗯 有一個小小藍白托 小藍白托 其實不完全這個意思 對 大家可以去聽聽看那一集 看能不能聽到 我講的那個宣誌 然後就聽到大家一直在笑 對啊 我怎麼記得那一集 你沒有透露太多 你有被觸動 感情對不對 對啊 那你這集要透露多一點嗎 實際上我有觸動到這樣子 好 謝謝藍白托 好像謝太晚了 會啊 會啊 我會想 會想 所以結婚生子的時候會發喜帖 給誰啊 給聽眾 聲音喜帖 好 好喜 開那個聽眾桌這樣子 可以可以可以 好 再來下一個問題 是 比較時事討論的 最近發生的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這個新聞 要先幫大家前情提要嗎 就是最近有一個很熱門討論 因為兩岸局勢有開始升文 大家就想說 女生是不是要當兵 這真的有熱門討論嗎 就是會 大家會關注啊 我沒有在關心政治話題 我都看到 我都注意到說 范允提出說 應該要就是 讓女生當兵 女生要當兵 這個 好 這個定義一下 所謂當兵 就是說義務義 就是 就是你要去服兵義 必須的 因為其實你一直都可以 女性一直都可以 志願去 衝軍 就志願一直都可以 對 所以問題就是說 女生要不要強制 像以色列其實就是 強制 男女接兵 我先補充一下 剛剛是有一個聽眾 提問說 想請問瑪利歐 對於女性服兵義的想法 我不知道該站在什麼角度 去思考這件事情 我也是欸 我看到這個議題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 我找不出一個 一個立場 因為我在想 如果說 好 我就這樣講好了 如果是 真的要全民皆兵的話 那我覺得沒有問題 反正就是 你 因為你男生也是有一個 體格標準的 規範嘛 他也不是真的全部的人都會去 嗯 所以我覺得 如果今天女性也是 呃 反正有一個類似的體格標準 哦 然後大家都要去 收訊 這樣子 那因為 原因是因為我們是一個 呃 危機四伏的國家 對 那我覺得這樣 OK 所以應該要男女接兵 對 我覺得這樣OK 哦 但是如果 有些人會覺得說 是什麼 性別平等 這個我就覺得還好 就我就不 我不會特別覺得 我們要追求 性別平等 所以女生也要去 哦 這個論述就比較不能說服你 對 這個我就會覺得 還好 像沒有 沒有理 沒有必要就是 你要追求這種完全的 大家都要一樣 這種 這種平等 這樣子 嗯哼 所以類似這樣子 身體結構上就不平等 對啊 那你可以想像訓練的方式 可能也會有點不太一樣 嗯 然後對啊 帶的人可能會不太一樣啊 站在另外的角度 還有一個角度是說 其實現在的兵器啊 就是這個武器 其實它有很多武器是 越來越 輕 嗯 對 它其實是一個 易攜帶 以前是 有些武器是很 很重的 啊 需要力氣 對 它需要 它去控制或者去 使用操作 的確會比較難 嗯 那甚至有些多人兵器 也不見得 就是真的可以使用到 或是能夠 能夠好好的 單人去操作它 這樣子 可是其實現在很多兵器都 呃 變得更輕的 像 像槍其實越來越輕 就是不管是手槍或補槍 其實都有 越來越輕的一個趨勢 嗯 因為 其實 其實合理啊 因為 越輕你 你拿的時候 你就比較不會重嘛 你也比較不會累 它其實對男女都是好事 就不管是誰 就是 因為你一直拿著 那個東西 其實帶久了 也是會累的 所以你是覺得女性服兵役 這件事情 它有它的一個 等於說外在環境 開始有點變化了 取決於局勢 升溫 對 然後包含了 那些我剛剛講的那些兵器 其實有一些影響 有些東西 呃 可能它很好操作 然後或者說 你自己跟體能 或是 外在沒有那麼大影響的 嗯 對 外在條件沒有那麼大影響 因為它畢竟體格上面 會有一些先天上 不太一樣的地方 嗯 那 但我覺得現在 不管是武器 或是各種各樣的裝備操作 它其實都有點不太一樣了 對啊 所以我是覺得 你如果回到 是不是異物異這件事情的話 可以 我在想 可能會有這兩個方面去思考 但是如果是性別平等 我就覺得不用了 OK 好 再來 這個題目 瑪利歐自己來好了 哪一個哪一個哪一個 就是被我 啊什麼東西 你說如果一定要選一個人 做愛做的是這個嗎 對 然後說 許光漢跟金城武會選哪一個 我其實不太確定 為什麼要 為什麼是這兩個人 你是想要別人是嗎 也不是啦 不然我給你選其他人 這樣可以嗎 嗯 我們是合家收聽的節目 我是真的很 沒有感覺啦 就是 兩位都是 抱歉了 你有看初戀嗎 我有看啊 但我還沒看完 不要爆雷 我沒有爆雷 我是說我覺得 那個佐藤健 其實也是 看起來是不錯 很帥啊 我之前也就有follow他 但我不知道他為什麼 紅的速度 比較平緩一點 講得好保守啊 我在你身上學到的 就是官腔 對 凡事不要說太狠 對 所以你看 你為什麼不把佐藤健放進來呢 所以如果有佐藤健 你就要 也沒有 我還是比較偏好女性 OK 好 對 剛剛有一個 有關於大A的提問 我們竟然把它pass過了 先回到一下大A好了 就是 其實大家好像都是蠻想念 第四季 你跟大家一起主持 然後輕鬆的訪談氣氛 也開發出馬力歐 另一個面向 很有趣 嗯 什麼時候才能回歸呢 不然跟大家做一個特別節目 當作SP 會超級感謝 OK 好 欸 窒息 月 你剛剛的OK 就是我 我收到了 月 我上次喝酒 有什麼時候 我上次喝酒還蠻近的 喝嘴超好笑 那你們應該要把那一次的 就是 見面 不行他那次太醉了 哦 錄下來不行 對那次太誇張了 OK 欸 而且大家都說開發你另外一個面向 欸 對啦 我上次沒有 我前兩次沒有 沒有問他 不知道為什麼 你不想嗎 也沒有不想 但就是 其實我覺得要看大家 真的 因為 呃 現在要把責任推給大家 真的 欸 他們已經喊了好多次欸 只有幾位而已啊 沒有去 呃 最後 就是我們的前一次QA 很多人都在喊 大A什麼時候要回歸你 真的喔 對啊 因為 其實 跟他一起訪談也是比較 花時間 哈哈哈哈 準備要花時間啦 然後 不知道欸 好啦 再問問看啊 啊 你們看你們大家覺得 製作人也要自己 跟團隊討論討論 這件事情也是比較麻煩的 因為多一個人 呃 時間 時間真的變得比較複雜啦 對對對 我那時候有提案啊 就被打槍啊 我的提案就是說 我們就固定的酒吧 然後 突然 對 然後 真的是突然 就說每個酒吧 然後就是在 禮拜三下午給我們 然後我們就只有一個時間 所有人都是講 禮拜三下午 沒有其他時間這樣子 對 但是 執行難度 啊就是 四顆星 你看吧 你們就在那邊講 哈哈 好啦 我們會盡量完成大家的冤枉 希望明年年尾的時候 我不要再說一樣的話 已經完成了 特級或許可以啦 對啊 特級可能可以 一集的話 然後請來拜托一集回來嘛 把你的爸爸視角跟那個被觸動的感覺 好好的講一集 我想到了 因為之前他好像 我第一次QA的時候 他好像有喝的樣子 你說你跟大A第一次的那個 第一次QA的時候 很古早 如果是現在加入的聽眾的話 可能不知道 那時候你還沒進來嘛 還沒還沒 所以大家可能要搜尋遠一點的 對 就在那個搜尋欄寫大A 瑪莉又會喝一杯 應該就會有了 忘記 反正很久啦 然後 然後後來大家不知道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這件事情 就是大A跟我錄的時候是 都沒有在喝酒的 嗯 大家知道這件事情嗎 嗯 不知道 謝謝 哈哈哈 想一副我不在現場 哈哈 對 大家都沒有喝 大家都跟我錄了25集 他都沒有喝酒 欸一集都沒喝嗎 一集都沒喝 我忘記了欸 還是因為他下午要去接小孩 呃不一定是接小孩 但因為他喝下去 就是油門就全開 哦 對 所以大家都會覺得 好像有一種 比較ㄍㄧ的大A的感覺 哇 有嗎 嗯 就我在想說 或許可以下一次真的是 讓他踩個油門看看 晚一點錄音 這個SP就是 讓大A喝酒 對 踩油門的大A 唯一終極目標 這樣子 好 好 下一題 再來就是 瑪莉又的錄音室在哪裡 瑪莉又錄音室在公司裡面 Tiffany Wong 對 公司在 松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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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要透露這麼具體 台北文創 搜尋關鍵沒辦法 可以找到這個 是可以找得到的 但他可能不知道錄音室在哪 他真的不知道錄音室在哪嗎 公司啊 看不出來嗎 嗯 看不出來吧 你的照片看不出來 在公司嗎 我們去外面借用了 也看不出來啊 沒有 你是拍來賓的時候 不是會拍到 啊對 對啊 我們把來賓就帶回來拍啊 嗯 哈哈 好 反正錄音室在 在公司 我們換過啦 我們換過很多個 錄音室 其實我們真的換過很多音室 先講一下好了 好 最早是 現在同事的辦公室嘛 嗯 但中間有一度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我不能夠用那個錄音室 很早以前 然後 我們就去用 後面有一個儲藏室 反正總之 我們在那邊錄了幾集 然後回音很嚴重 然後後來又回來 之前的錄音室 原來的 然後後來就出去了 嗯 錄音室沒用 就出去 又在酒吧錄 然後錄錄錄 又回來 一百多集就回來 然後再搬到現在這邊 就我們有換一個錄音室啊 因為那個錄音室太熱了 在同一個空間裡 不斷的換這樣子 對 那個錄音室真的太熱了 因為它裡面沒有 沒有冷氣口 然後又喝酒 就容易整身酒氣 酒熱氣 很奇怪 以前都沒有這種感覺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因為後來又多一個大A 人變多了 你想說大A很熱嗎 哦 它真的蠻熱的 哈哈 好 來 下一題 好 我們回到Apple Podcast的留言 來一一來回覆大家 我們先從 呃 最後一次 回覆Apple Podcast 就是你跟Juju 做最終集的 瑪利歐聊天Bar 回覆到一個程度 嗯 所以我們現在要從 2022年7月30 這一則開始 去年7月30 這是全部了嗎 對啊 哈哈 一個月一則喔 天啊 好 對 差不多 好 來 先來這個 詩1212嗎 應該是 標題是 真心謝謝 有這些訪談 他說 從一兩年前開始 斷斷絮絮 斷絮絮的聽 瑪利歐的訪談 每次聽到的內容 都恰巧來得很剛好 既鼓勵人也很暖心 有趣的點也一點都不少 這些用心準備的訪談內容 可以感受到受訪的老師們 除了對自己的工作 仍然非常有熱忱之外 也都堅定而且溫柔 希望能幫助到 也在努力中的人們 我就是被鼓勵到的那個 謝謝這個頻道的所有 也祝福未來一切都更好 哇他講的好真誠喔 是哪一集我都不知道 沒有他有看到keyword嗎 斷斷絮絮 斷斷絮絮 然後還有就是 工作仍然非常有熱忱 應該是說他可能是 想像這個聽眾 可能是工作了有一段時間了 然後熱忱可能被這些 繁瑣的事物 就是弄到有一點 我當初那個初衷還在嘛 然後就聽到這些人的故事 就激勵他 重燃他那個當初的初衷 OK 喔好 不知道不知道是哪些時候 我覺得只要訪問到職人系列的 好像都可以感受到那一個 OK 好 就是可能講說 我比如說從事什麼 哪一個行業超過二十三十十年的 對 都可以鼓勵到他 因為 瑪利歐自己做這一行多久了 今年是第十九年了 你做十九年 你有覺得 你每天都是像第一天那樣 熱情全開 我第一天 你第一天真的熱情全開嗎 今天不應該很緊張嗎 或者是第三個月 就是你在熱情的最高峰的點 我一直都還蠻開心的 沒有什麼特別 對 不充滿熱情的時候 真的假的 好激勵人心喔 對啊 一直都這樣子啊 都沒有被撲滅過 大家應該都知道吧 就是做到有點倦怠啊 就覺得好像差不多了啦 可以了啦 還好耶 大家應該都知道吧 我應該就是一直都是這樣子 大家不知道 是嗎 好這個七月三十號 沒有我現在有點倦怠 想說天啊七個月竟然就七十 你倦怠的原因只是因為留言沒有給你嗎 對啊 覺得 天啊 那你有什麼話想送給他的祝福嗎 他祝福我們一切都好 我們 都好 你沒有要祝福他嗎 也祝福你一切都好 我不知道是什麼內容有鼓勵到你 但是我覺得很開心 因為有些時候我自己聽的也是蠻有蠻有受到鼓勵作用的 那我可以感覺出來他們在講一些事情 不同的情境之下可能會對於不同的不同的聽眾可能會有一些影響 那我自己其實蠻蠻多的 但是因為我剛看一下三百多集所以我不太確定 一下子人家我講我可能也很難講 講得出來是哪些集 但是我自己的確是也被這些人 我的來賓給影響到 嗯 深受感動 對 好再來下一位 朱宜在8月29號去年8月29號留言的 直接過了一個月 標題是 聽口條清晰幽默風趣的來賓講話就是舒服 他說Podcast有很多大眾錄音分享 但講話的聲音啊 口條啊 是否有過度停頓或罪字容詞都會影響我收聽的議員 哇聽得很仔細耶 嗯 丁瑪利歐的訪問真的很舒服 聲音平緩 節奏明確 訪問的問題都很有深度 是我唯一一個會固定收聽的Podcast節目 哦耶 訪問小樹哥這一集很像在聽兩個好朋友聊天 超有趣 也被小樹哥的笑聲感染心情十分的愉悅 嗯 謝謝瑪利歐也謝謝辛苦的製作人 耶 謝謝你 嗯 對啊 小樹哥訪問的那一集 我還記得那天現場 那時候我的位置還沒有換 是在這個錄音節的最另外一邊 對 最尾巴 就是兩個就是在東西兩個極端這樣子 樹哥的笑聲頻頻傳到尾巴 嗯 很強 而且是意志 哈哈哈哈 那一集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坐在位置上我也覺得挺開心的 那時候辦公室還沒有全部回來啦 嗯 對 那時候但是就是可能同事都覺得 嗯 裡面發生什麼事了 那個 那個節目是這樣 就是最後 的時候 因為他笑太大聲了 然後阿拉就看門走進來說 剛剛發生什麼事了嗎 感染力之大啊 連我坐在 我坐在位置上我是聽不到他們聊什麼 因為真的太遠了 但是那個笑聲你一傳來 你就覺得心情有種愉悅感 嗯 他太強了我 我好像沒有辦法耶 我應該是 對 我可能做不到 你可以大笑一次嗎 可能有點 我其實有啊 覺得啊 有啦有啦有啦 沒有嗎 沒有 很少耶 OK 不然你現在大笑 有點難耶 哈哈 好 好 再來下一個 Bibi 再來是9月30 又過了一個月 你看 你看 有很多串通好的 啊 標題就是 瑪利歐陪你喝一杯 嗯 Bibi說 很喜歡 你的聲音和訪談內容 對 我不喝酒 但是 每次都要聽完 瑪利歐陪你喝一杯 才睡覺 嗯 謝謝你一直坚持在這裡 骗家民 对不起 真的喔 我刚刚期待你会 对不起我的日文老师 台南可乐啦 我错了 他这个标题是 关户人这集很有感 台南可乐 挂号 他说 从学生时期到现在出社会 已经快二十年了 身边有一些朋友 已经从烂泥巴中 把脚伸出来 他们年轻的时候 确实比较疯狂 现在也都认真的在这里生活 在这里 日本吗 还是台南 诶 我不知道 好 大部分都从事比较 劳力密集型的工作 不少在建筑工地中工作 每一次跟他们聊天的时候 虽然他们很后悔 之前年少轻狂时 所干下的蠢事 但还是认真的 在社会上生活 之前大学打工时期的老板 也是从里面出来的 他进去的时候 十五岁 二十五岁的时候假释 认识老板的时候 他才三十岁 但所有的人生经验 非常丰富 常跟他聊天 当时才二十岁的我 吸取了非常多的经验 非常感谢他 不是所有的关户人 都很坏 只是他们内心的野兽 需要人体谅 现在我工作上的供应商 也有几个老板 都是从里面出来的朋友们 跟他们相处 反而轻松 可以直来直往 最后 谢谢 他可能讲错了啦 他应该是说 所有的同学啦 对呀 我就想说关户人 对他应该讲错了啦 来来来 讲一下关户人的职 这也是什么 关户人就是 就是在台湾 如果你去服刑的时候 如果你假释 如果你在 服刑到一个 满一个门槛的时候 你可以申请假释 然后你如果假释的时候 你就是要定期的 去跟关户人报到 这样子 然后关户人 就会做一些访谈 然后了解你的情况 那主要就是希望你不要再 再违反假释的一些 要求 对 然后再回去 这样子 所以刚刚留言里面说 应该是说 不是所有的同学都很坏 只是他们内心 也说需要人体谅 最后这个 谈谈可乐 我们少看到了几行字 我来补充 他说最后 谢谢马爷团队 认真制作 优质的节目 爱你们 加油 很希望疫情后 可以办实体活动 在南部这里 非常想参加的听众留 马爷 好 马爷 怎样 要办实体活动吗 在台南办 台南哦 好啊 我考虑考虑 马爷 马爷加油 好 来 好 再来下一位是 分 F-E-N T O-T Sorry 然后标题是 很舒服 有趣 又不乏知识性的节目 分说 节奏很舒服 感觉好像跟马丽欧 还有来宾 坐在一张桌子上聊天 很多主题很有趣 只是常常觉得 好像听不太清楚 马丽欧的声音 不过不影响收听的意愿 因为我都没有在讲话 所以 有差吗 哈哈 你就这样自己这样讲 你都没有在讲话吗 每次 看到 或听到 有人跟我讲说 我觉得你讲得很好 在Podcast里面的时候 我都在想说 我讲了什么 我讲了什么 我讲话这么少 我讲了哪一个 我的话这么少 讲话的时候 声音又这么小 你们到底听到了什么东西 很精烈 还可以触动人 不容易啊 对 觉得很开心 好 好 接下来是Juley895 是 来自美国 真的 对 标题是好质感的Podcast 他说 喜欢主持人的声音 请到的访谈来宾 已经节目轻松的气氛 聊的主题都很有意思 谢谢 在12 11月 12号 天哪 你看哦 如果说扣掉 大家可能在台湾的 A4Podcast里看到 只会有 1 2 3 4耶 这么开心 好啦 没关系 好啦 平均一个月一则 到底 还是因为我们都太认真的在那个 Facebook上面回应大家了 我有听到就是 同事们填调的说法 根据留言回复这个事情 就是有填调到马利欧的听众 对就在说你如果你有在听节目的话 在台南的朋友 也是在台南 他就说 其实有时候马利欧越叫我留言 我越不留 我叫个屁啊 我们越听到他这样子 我们越开心 OK 这样子是不是你要说反话 有这么回事吗 就不要留 我上次也这样讲啊 你就不要留 那就真的没有留 你看我上次讲完之后 现在只有四个 七个啦 加其他国外的 其实也不一定正在国外 因为我看那个台南可乐 可能他 他现在应该 不是日本 因为有些 申请账号的时候 可能申请在不同国家的 他跨域申请 对 所以可能就在那边 部分这样子 还有什么QA问题 你觉得可以回答一下的 差不多了 我们要收尾了 最后这个听众的题目 很适合放在最后 但是在最后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还是要跟大家说 我们最新一季的改变 就是我们这集结束以后 我们就是第七季 第七季 全新的领域 就是要来跟大家聊管理 我们邀请到专业人士 来跟我们聊管理 所以如果听众们 你现在有一些管理上的问题 不管你是被管理的 或者是管理者 被管理的 不知道为什么听起来很乖 你有 你觉得你在职场上 遇到就是 我真的没有办法理解 这到底是什么情境 我该怎么解决 或者是你曾经经历过 你现在是毫无头绪 或者是你已经解决过 你现在来分享 你这个职场情境 欢迎留言 真的 多一点留言 他会开心 我知道帮你吹 吹留言可以吗 然后顺便宣传 随便 第七季 下礼拜就要开始了 好 我觉得 这个 讲一讲 第七季 单口那一集 我自己是个人非常喜欢 然后我后来发现 大家对于我 自己讲的那个 GTT 还有书的 那个大家 其实好像反应都还不错 嗯 威士忌书行就还好 可能 真太 无聊 可能大家对于你的形象就觉得 你讲管理很有说服力 GTT 对 GTT是管理 这样子 对啊 然后 那下 下礼拜这一集 我自己是 个人是蛮喜欢的 先不管题目 最后没有回答到 但里面讲了蛮多 我这 没有到十 不到十年 十九年 对 没有啊 那因为管理这件事情 其实是 近十年 其实我第一份工作 就有管理 啊 为什么第一份就管理 因为我那时候 一开始 第二年开始 就 就要带人 因为 我的 我的同事 我的主编走了 就变成我是主编了 哦 所以就要带人 这样子 你的机运来得很快 但我觉得好像 那时候就是很不懂 这是在我干嘛 就我其实比较像是 同事 就一起工作 嗯 我没有特别觉得 好像我是他的主管 虽然说实际上我是 但是我其实就很 很没有那么 没有主管的价值 不是 就是真的 没有感觉啦 我跟他一起工作 从我进去 我找他进来 到我离开他都在 就是大概四年多的时间 嗯 他也没有走 终究我们还有找过 另外一个 我们最多的时候 就是三个人而已 但是在管理上 可能没有 太多发挥的空间 完全没有任何的感觉 嗯 就不知道 这个是 呃 管理是怎么回事 嗯 所以到后来 可能真的是创业之后 开始要学习 那 反对变比较大 而且越来越大 到现在 现在整个公司人数 真的是破百 然后就很复杂 我觉得 然后 有很多各种各样 的状况 都是 之前可能都没有遇过的 嗯 所以我这一次 讲了很多 其实 也是大方向 然后也是工具 类型的东西 但我自己觉得 我听的 我自己讲的 我自己觉得非常开心 然后我已经跟几个同事 有稍微分享了 我讲的哪些东西 大家都 也都蛮期待 因为我给他们看大纲 这样子 哦 对 然后大家都蛮期待的 那大家也赶快期待 对 赶快订阅好吗 对 所以 呃 不管你是在哪里听到的 如果你已经是老听众的话 干的好 社会上就是需要多一点这样的人 国家的未来就靠你了 国家的未来 对 国家的管理就靠你了 对不起 马力欧的未来都靠你了 哈哈 好 那这就是我觉得 哎 新的一季 希望大家会 呃 喜欢期待这样子 好 所以来到这个最终题目 最后一题 没有错 嗯 马力欧的新年新希望 就我那时候在Facebook上 我有写 其实我真的是在 呃 倒数第一天 还是第二天 我写下来 倒数第一天 就是跨年前 哦哦哦 跨年前 写下了 2023年 完成的一些目标 你说你列点吗 列很多 在你的私人脸书还是 没有没有 我写在我的笔记本上 哦 对 我想说你在脸书 你还有工作 有生活 有那个个人生活的 还有运动的这样子 主要好像是运动比较多 哦 也有其他的 哦 运动目标你也算 就比如说什么 练腿一项 练手一项 练胸一项 呃 也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戏剧 这么细 对 他是要达成的事情 达成 受到40公斤 这样能看吗 好 我觉得讲一个 可以分享的 对讲一个podcast好了啦 讲podcast podcast的目标啊 等一下你是大分类有podcast一项 生活一项 工作一项 不是不是不是 就是刚好想到 就是我觉得 这个我希望 在今年这个podcast这边 可以做到的 马里奥陪你喝一杯这边可以做到 好 对 那阅读题案就另外一节目再讲 但podcast 马里奥陪你喝一杯的 我希望在 我们目标 在今年2023年的时候 你看起来有点紧张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没有紧张 我只是想说 我可以出去 大家知道马里奥陪你喝一杯 曾经是 apropodcast排行榜第一名吗 可能知道 可能不知道 这两三年加入了 可能不知道 对 我觉得大家想说 哈什么 what 第一名不是古矮吗 对啊 现在第一名是谁 吴淡如吗 有多有可能 还是鸡来宿 我不知道 都有可能 他们应该都轮流 轮流 汤鸡啊 那我的目标就是 重回前十 这样子 我一度其实都一直在前十里面 好不好 你是说 所有的节目吗 opa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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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分类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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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觉得 当然这个 有它的难度在啦 这我理解 你现在是跟大家就是 许愿池吗 我觉得其实也是要节目 真的好 就是说 前十或者说 收听 搞这件事情 一定跟你的节目 有关啦 不是说今天 谁出来讲一讲 我是说真的是名人 因为很多名人在做啊 也不是真的 每一个podcast 名人效应 光玩效应 可是他也不是真的都可以 持续在上面 那有些当然很 很厉害 像国师啊 对啊 单如节 真的是做得很好的东西 所以内容也很棒 但我觉得 我觉得我也可以跟他们 并驾齐去 坐在同一个 差不多的位置上 第一屏 我们讲第一屏就可以滑到的 first view 就可以看到的 非常棒 我觉得 应该可以啦 应该可以 有机会 有机会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会这样讲 但我觉得有机会 现在就在跟听众许愿啊 要有机会的前提是 把节目分享出去 应该要 把你各位 把手机打开 对 不要只有听 我在想可能是 不要自己 自己私常听 因为你看他们 前面有些人做的 也不是说 都是好笑的 很多其实是 有扎实内容的 对 那我也觉得 我们内容也是很扎实的 那如果缺分享 如果没有上去 肯定 不是我们的责任 差点我要讲 你讲的 我本来想说 肯定就是我们的责任 没有因为 我觉得第七屏管理 应该是很多上班族 应该都会有一些需要 但是问题是 我们也不是很确定 每个听众 是不是真的都这样想 我觉得只要在职场上 你只要活在 就是你要工作的一个年纪里 管理绝对是一个 很大的课题 好反正 我觉得这个前十啦 好不好 反正我们2023年的目标 就是Apple Podcast oh 然后前十 我们说 重回前十 我好怕明年要回顾的时候 拿回我们 我要忘掉这一段 那我要帮粉丝交完 好你说 你个人呢 你个人的新年新希望 我觉得 你是不是想要洗掉前面这一段说 等一下就把它剪掉 一刀剪掉 然后直接问你个人呢 不要洗掉 你个人啊 我对粉丝们也想听 玛丽又自己呢 你自己 除了节目上 你自己的新年新希望 个人其实就是 有几个啦 一个还是做菜啦 做菜 你干嘛 好生活啊 刚刚就 这是怎么回事 出乎意料 对 就是做菜 你要做大菜是不是 还是你要开那个 开桌 我做很多多的大菜 狮子头啊 你知道拌的那种等级 可能有点困难 有什么红烧狮子头啊 一天一道菜 十道菜凑起来就拌斗啊 不会啊 那个太难了 所以你要做的菜的目标是 我想要就是找一些朋友来家里吃饭 虽然已经有过了 但我想要把它固定化这样子 什么意思 就是固定找朋友来家里吃饭 然后都是你做的 对 然后一次只有做两道 剩下都叫外送 其实有些时候 人不多 大概其实三四道差不多啦 那你要做什么 就慢慢做啊 慢慢练啊 就你的大菜是什么 我们要做 不一定要做大菜啦 炒青菜 蛋炒饭 可能就是搭配 炒蛋煎蛋 搭配的食用 搭配的食用 哦好 我觉得可以试试看 不然呢 你知道怎么样呢 怎么样 菜都一样 换人就好了嘛 不是这样吧 你就像詹先生一样啊 一直做鱼汤 一直做鱼汤 对对 做了鱼汤 做了这么多次之后 你就会很拿手 然后把你的火候 刀工都练好了 我真的是给我很大的启发 我相信那时候 他一定是找不同的人来吃的 谢谢你的新年新希望 对 做菜啦 然后跑步啊 跑步就是我觉得目标还是 呃 全马还是要破四啦 这个 全马破四 就低于四小时啊 四个小时跑 哦哦哦哦 其实我觉得很接近啊 我上次澎湖是四小时 我以为你已经要收山了 啊上次就是说 我上次的意思就是 破四我就退休嘛 嗯 啊就没有破四啊 所以就 那你要是一直都没有破四 你就一直跑到 就是诶 快要破四咯 然后就 哎呀再慢个两步这样子 哎呀糟糕 没有破四啦 你就要跑到你的 人生的终点 这样子 到底是破四先到 还是我的人生先到的 我把这个答复 最后的符笔好了 大家再见 世界新希望我感伤 不知道破四 跟你的人生 哪一个先结束 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 好啦 这次马六陪你喝一杯 我是马六 谢谢大家收听 我是阿雅 第七季 千万不要忘记 哦我是制作人 每次都忘记讲 我怕有人骂我 骂你 骂你 你就是制作人啊 哈哈哈哈 好啦大家拜拜 拜拜 兔年 新希望 兔年 新年快乐 完了 没有自己想话 拜拜 拜拜